国际赛线来看一看光棍节 光棍节超千万人网购 成交额一个小时就高达20个亿 今天是11月11号 那这一天呢也被很多年轻人叫做是光棍节 近年来这光棍节似乎也成了一个越来越流行的节日 很多商家自然也不会错过这样的日子 纷纷打出了促销的招牌 尤其是一些电子商务网站 利用传播渠道便利知识 早早就展开了促销打折的宣传公式 来自一家门户电商的数据显示 今天刚刚过去几个小时 今天的第一个小时 他们的成交额已经达到了20个亿 那对于这种逢节促销的商业活动 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袁刚明先生认为 说这是商家在市场压力下的一种积极应对的办法 不管怎么说 拉动内席 这都是一些好事 没错 谢谢大家